我的叉虫怎么变小了 我想起来了 刚才好像就是他为我输送的灵力 难道秘笈必须配合这石头的灵力 才能让我修炼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啊 就好像有人靠做饭就能致富 有人靠下棋就能成胜 有人甚至玩游戏就能成为绝世强者 而我 要靠这块石头 走向人生巅峰啦 不过这东西只有一块 用完了怎么办啊 要是我厚着脸皮找何老讨药 他应该还能给我吧 哎呀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竟然会输给那个何老鬼 世尊 弟子无能给紫青丢人了 哎呀 今天这场比失败了 不怪你 都怪为师低估了陆无双的实力啊 师尊 哎呀 没事 乖啊 不哭不哭 师尊 清雪回来了 你们这是 对不起 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 你来的正是时候 我听说你去寻找机缘了 是 弟子在非洲上听到了一阵玄妙的音律 就去寻觅了一番 你 你竟已修出了原因 什么 没错 清雪不才 领先了尹师兄一步 怎么感觉全世界都在针对我 太好了 清雪啊 明日老夫要你参加会舞 打败李长明 为咱们宗门找回面子 我拒绝 什么 长风啊 你先出去 我有话要跟你师妹说 是 果然 师尊还是对我失望了 清雪啊 能否告诉维师 你为何不愿出战 弟子如今已经迈入了原因境 不管是太玄的圣子还是圣女 他们都还只是金丹修士 清雪以修为压制 赢了也是圣之不武 而且 若是太玄还有底牌 万一清雪也输了 师尊岂不是就彻底抬不起头了 既不能胜 又不能败 您让弟子怎么比呢 啊 对对对 为师真是老糊涂了 一时鬼迷心窍 竟没想到这一点 还是清雪你想的招拳呢 多谢师尊夸奖 这丫头数日未见 不仅境界突飞猛戒 心境上好似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既然你已知原因期 按照之前的约定 这次会晤结束以后 就由你接任圣主之位 如何呀 清雪智不在此 恐难从命 这又是为何 师尊 弟子当下只想修成无垢心境 无意考虑圣主之位 殷师兄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这几天你到底经历了什么呀 怎么一回来连圣主之位都看不上了 这几日 清雪经高人点拨 发现自身上有许多不足 实在无瑕观力中门 希望师父理解 又是高人 怎么感觉除了老夫 所有人都能遇到高人呢 和老夫说说 你的那位高人是何境界 具体境界 弟子实在不知 只知道 叶大师有一只妖王镜的宠物 还把天地混元石做成了茶宠 他还用仙气天玉琴演奏了一变化繁曲 除此以外 就没什么特殊的了 你管这脚 没什么特殊的 如此恐怖的存在 世间绝不可能有两个 清雪遇到的这位高人 极有可能是何长玄口中的无上前辈 太玄大阵 开 长玄啊 为我补充能量的宝物 你可寻到了 晚辈近日得了一件古堡 能量充足 若我能将这青铜中炼花 当作镇眼 您就不必再为 护山大阵操劳了